你见过林志玲的成人广告吗?据说最近的她因为一个成人品的维权案而被送上了娱乐热搜,看看当中是怎么回事吧。 说到林志玲这位女明星,相信大部分的人对她都不陌生了,而且对她非常的熟悉。 这位被誉为台湾第一女神的林志玲,曾因甜美的长相,以及那悦耳的声音,成为了无数男生心中的女神。 毕竟那位林志玲是一位要身材有身材,要颜值要颜值的人,能够满足无数男生的心中幻想。 然后,也因为这个原因,让这位动灵女神林志玲,在一些不良商贩的眼中,成为了谋取利益的工具。 比如一些成人用品的商家,知道无数的男性网友,都喜欢林志玲的时候,就想出了一个猥琐的点子来。 他们利用林志玲的肖像,而制作了一款成人用品出来,并在网络上大量的宣传,而获得了巨额的利润。 并且在那段时间,不少的男性网友们,还纷纷在网络上,寻找她的相关链接,并表示要支持一下业绩。 不过这件事情,当发酵得越来越厉害,以及正式影响到本人的时候,那位已经结婚,并升级成为母亲的林志玲,决定了起诉那些商家。 所以在4月中旬的时候,林志玲正式起诉了某个商家,她在起诉中明确地指出了,该款成人用品,在未获得授权之下,私自使用了自己的肖像,已经严重侵犯了她的相关权益。 因此,这一位林志玲,不仅要求对方停止这个行为,同时还要求那个厂商,必须要公开道歉,以及赔偿相应的费用。 然后经过了一顿起诉之后,林志玲方面最终获得胜诉,打赢了这一场维权案。 而那一个成人用品厂商,最终被法院判决了,立即停止侵犯的行为,以及还得公开道歉,还有赔偿林志玲方面,一共9万多块钱的相关费用。 当这个消息,在网络上曝光之后,不少网友都表示了支持林志玲。 比如一位网友评价到了,这个没法说的,毕竟是人家的肖像权。 可见,林志玲的这一次维权,一部分的网友们,还是表示了支持她的。 毕竟侵犯肖像权,以及侵犯姓名权,都是违法的事情。 是所有人都不能容忍的。 而且,这一位林志玲,在不少的男性网友心中,一直都是一位高大上的女神,不允许一些擦边球的广告,而把她们的女神形象,就这样给毁了。 那么,在你的心目当中,你对于林志玲的这次维权,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呢? 或者有什么不同的评价,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。 像我们一起去订阅谈划,权害的蒸汽,权害的震撒。 他把你探战和睿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